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身体上进生活 我是Conny 黄梓盈 4月的Digital Night 刚刚完结了 接下来是什么主题呢 没错了 就是5月的 Happy Wednesday 法国之夜 今天我请来特别嘉宾 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快户屋Happy Wednesday的法国风情 Hello Ruby 你好 Hello 梓盈 你好 多谢你来 好 先喝杯 好开心 我听说你经常来Happy Wednesday 是的 因为工作关系 都经常带客来 自己也很喜欢来Happy Wednesday 因为星期三 有时没忙的时候 就会和朋友一起来喝东西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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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我一定有好东西 所以今天特地请你来 品尝一下法国大餐 我们先由前菜开始 法国三宝 有三文鱼 油鸭和鵝肝 满足你三个不同口味需求 这个做为我们的前菜非常适合 没错 而且很香口 很适合这边喝酒 然后一边品尝这个小食 没错 好 我们试试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很可爱 是炸鸭炭 很方便 拿起来 一边拿着酒 一边拿着炸鸭炭 再试试这个酱 没错 摸一摸又没那么干 除了之外它里面是有甜鵝和鸭肝 所以是很香口 很滴味 这个又是什么 是不是很可爱呢 这个小鸭炭 好像一个礼物 其实它除了一次鸭炭之外 它里面是一个酥 夹了很贵的龙虾 试试这个法式香鸟 这个是清新的感觉 我听到很惨 甜点的感觉 除了这个香鸭之外 还有这个 Mozof法式鸳鱼披萨 我还没试过用鸳鱼来做这个材料的披萨 另外它还有很美味的芝士 有些番茄在里面 吃完煮菜 我就一定要吃甜品 这个是泡芙 看不看 好漂亮 它首先有很滑的cream 就是配一粒粒的果仁 很多一粒粒的果仁 它的口感一滑一脆 完美 我还看中了一个很漂亮的甜品 看错了 这就是朱古力咖啡泡芙 用了手指形状的 它起不到刚好 美食当然要配美酒 喜欢喝酒的朋友就对了 因为Happy Wednesday法国之夜 为大家准备了各式的美酒佳牛 对呀 而法国之夜还有很多很多活动 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5月11号 就有法国蔡马会杯 还有就是法国五月杯 而在5月18号 还有一个蘇特恩杯 正呀 除了这三项焦点赛事之外 到其时还有不同的表演音乐 送给大家 包括5月4号 就有同管乐团加杂洒 5月11号 有live band去演绎 法国的西南部音乐 不过5月18号 就有hip hop dance 是否不同的法国风情呢 那么精彩 我认识各个活动 全部都要参加 不如想起着什么装 带着什么装 哪装配合呢 不用担心 因为大会很体贴 到其次已安排了 Ming up for ever的摊位 免费帮大家发美装 配合来主题 除此另外 餐厅的主要六年 更会为每位客人 提供法国品牌 Longry的馬卡龙精粉 礼品一份 好开心呢 那么多精彩活动 相信大家不会想错过 大家記住不放下的日子出席哪個活動 收到 看完這集上進生活 是不是很期待Happy Wednesday的法國之夜呢? 千萬不要錯過5月4號、11號和18號 一年三個星期三 來到Happy Wednesday這裡 看比賽、看表演、還有好東西吃 下一集再和大家上進生活 4月24日沙田馬場第七場國際一級賽 愛比女王杯 一開始 各隻馬都出雜平均 內難未知有高地之母 外檔有喜連巨星 美四皇三有明月千里 美二有軍事出擊 最後面的是威爾頓 轉彎入直路 喜連歡聲 中檔惡鬥朗日清天 內難明月千里趁機大出 最後百多米明月千里已經帶來幾個馬位 已經穩操勝卷 中檔位置第二位的朗日清天已經乏力 反而軍事出擊和將南越跑越有 最後明月千里第一奪得女王杯 軍事出擊第二將南拿第三 鏡場 軍事出擊 名造